本期节目 10-14度的大连 安山 锦州 银口 盘锦 葫芦岛 最低气温已经能升到1-6度了 但是今天省内的风一改这两天静稳的状态开始增大了 多在4-5级 像大连 银口和盘锦能够达到6级 戳行要注意防风 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气象主播陈默在7点之后开启第一时间气象站 接下来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一下疫情方面的新闻 11月15号0点到24点 我省新增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三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为大连市报告 目前大连市的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 这几天大连街头各种扩音器小喇叭齐上阵 连机器人也都上场帮忙了 喊话居民有序进行核酸检测 入耳又走心 一起来看一看 提前准备好疗失痛健康码或身份证 早点做早点散 阳光扫尽阴霾 雪后中降天晴 我们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快速控制疫情 加油 这个门口海丽丝味的机器人 是EX蔚来科技馆的仿生机器人 核酸检测期间 科技馆工作人员把它运送到了 金石探机到一处核酸检测点 让它协助医护人员维持秩序 不少市民盛赞大连化写标准 还有网友留言 太招人稀罕了 一个有残有爱的通知 吆喝起来 安排 近期我国发生了多起 外包装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事件 据复兴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消息 最近有复兴市民收到的 快递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目前人员环境均已实施严格的管控 此前内蒙古20号特使多次发现 市民在蒙古国代购的商品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而黑核官方账号黑核封面 发布了消息 在11月13号 黑核市在疫情防控中 对库存俄罗斯进口食品 进行核酸检测的时候 发现有四类饼干 糖果等食品外包装的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 近期呢 青海西宁市邮政管理局 督导邮政快递企业 对来自国内32个中高风险地区 寄往西宁的邮快件 以及国际邮快件 一律停止基地 对已经发往西宁的邮件呢 实施拦截 隔离管控 全面消杀 就地封存 启动后续 处理机制 加强对封存邮快件的消杀 核酸检测和处置工作 切实防范疫情通过 寄渠道传递和蔓延 而针对我国多地发现的 快递或食品外包装 现核酸异常的这个现象呢 全国多地的疾控中心 也发出了提示 我们一起看一下 北京疾控提醒 疫情防控期间 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 邮购商品 谨慎邮购国内 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 在拆件时 尽量在户外进行 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 天津市防控指挥部发出提示 市民应提高防疫安全意识 收取送都要做好安全防护 特别提到 取包裹前要戴好口罩和手套 尽量避开取件高风 回家前就把包裹外包装拆开 按生活垃圾分类丢弃 尽量不要将外包装带回家 江苏无锡疾控中心也发布提示 提醒市民 在买买买的同时 更要防防防 湖北咸宁疾控中心还特别提醒 收取全过程 避免用手触摸口眼鼻 针对境外包裹存在的风险 辽宁复新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 暂时不要从境外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网购邮购商品 哈尔滨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也发布提示 尽量避免从疫情高风险国家 以及国内涉疫城市邮购商品 确需邮购的 要及时向所在社区村屯和单位报备 同时鼓励采取无接住模式投递邮件快件 邮政快递企业要对所有寄递邮件快件 实行先消毒后分派制度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菜价 那么从11月7号开始 沈阳出现了罕见的持续暴雪天气 这给农夫产品的运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沈阳市发改委价格监测局的监测数据显示 与前一周相比 上周沈阳市主要农夫产品 猪肉 鸡蛋 蔬菜的价格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的蔬菜价格上涨明显 牛羊肉 粮油价格相对平稳 昨天在沈阳市和平区的一家大型超市 农夫产品区购物的市民比较多 超市的货架上 肉类 蔬菜 鸡蛋 海鲜等食品也很丰富 近期的农夫产品的供货非常的充足 我们从河北 然后宁夏等生产基地 紧急调拨这些农夫产品 到店满足市民的需求 上周 由于雪后蔬菜采摘困难 高速公路封闭 蔬菜运输不畅 出现短暂供应偏紧 总体来看 重点监测的20种蔬菜 周平均价格为5.15元每500克 比前一周上涨29.39% 其中 尖椒价格涨幅超60% 大白菜价格涨幅超40% 由于持续降雪 生猪出篮及流通受阻 同时 雪后蔬菜价格上涨 也刺激了猪肉消费增加 上周 猪肉价格连续5日上涨 均价16.04元每500克 较前一周上涨4.15% 另外 鸡蛋价格也持续上涨 部分市场价格突破6元每500克 上周 平均价格为5.93元每500克 比上周上涨5.14% 上周降雪嘛 交通啥也不方便 我觉得涨价也正常 但是那个该买的也得买呀 这个肉啊 蔬菜都生活必须品 业内人士预测 本周 沈阳市天气状况良好 预计蔬菜价格将继续成 稳中小幅回落态势 淡价继续上涨动力也不足 预计本周也将回落 记者同号 刘超报道 再来关注房价 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了 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 数据显示 10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总体延续略降态势 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据测算 10月份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四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持平 其中 北京和上海环比分别上涨 0.6%和0.1% 广州和深圳环比分别下降 0.3%和0.2%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4% 与上月相同 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环比均下降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由上月持平 转为下降0.2%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 降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0.3% 降幅比上月均扩大0.1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 10月份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现的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 监督检查问题 国家药监局则呈北京浙江山东省省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标示名称为巴韵草夫勒护理霜 扩号舒缓修护型和标示名称为老中医六味去豆霜等化妆品进行了调查 经查目前在市场上销售的标示委托方为 加油家宝北京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被委托方为山东绿和园洗化用品有限公司的巴韵草夫勒护理霜 舒缓修护型为假冒化妆品 标示生产企业为温州市奇美美肤品有限公司的 老中医六味去豆霜未经注册或者备案 为保障公众用装安全净化化妆品市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国家药监局要求各省区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相关经营企业立即停止经营上述化妆品 依法调查其进货查验记录等情况 发现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查处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好的 浏览国内大事 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资讯 11月份以来 随着我国煤炭产量持续快速增长 煤炭主产区的公路 铁路煤炭 万运量 都处于近年来的最高纪录 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全部进入冬季供暖季 全国煤炭库存正在稳步回升 15号位于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正式启动赛道造雪工作 预计到明年1月中旬完成所有造雪任务 首高滑雪大跳台也将于12月中旬启动造雪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共建设7条赛道 将分别承担高山滑雪滑降 超级大回转 大回转 回转等11个小项的比赛 是中国第一座符合冬奥会标准的高山滑雪竞赛场馆 目前我国在研发 生产 分配和使用疫苗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 为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做出中国贡献 截至目前我国在全球供应的新冠疫苗 累计已经超过40亿计次 其中在国内累计使用超过23.8亿计次 向国外供应 累计超过17亿计次 从15号起 运行在陕西西安至延安普速铁路上的部分列车 开始启用铁路易卡通服务 这是铁路易卡通服务首次在普速铁路投入使用 旅客无需提前购票 只需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开通铁路易卡通账户 生成乘车码之后 就可以在专用检票通道与身份证一起进行自助扫码进展 19号一场月片时将震撼登场 说它震撼是因为它的时分 也就是月球被时的程度很大 几乎接近全时 就我国来说 本次月片时将于19号的15点18分迎来初亏 总共将会历时3小时29分钟 天文专家表示 除西部少部分地区之外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代时月升范围之内 即月亮升出地平线时 月时已经开始了 能看到月时过程的后半部分 感兴趣的观众不要错过了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好好公子 国际有限公司出品高品质保暖贫鞋 不要上千元 不要金百块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通通免费送 每天仅限 请一百名 马上拨打电话 高档包暖贫鞋送到家 这个花花公子 国际有限公司出品的新一代仿华休闲贫鞋 都有仿卫标示 是今年的专柜正品 而且一点不卡脚 不抹脚背 里面加了一层龙 冬天不怕冷 脚底很舒服 我这么多年 就没有穿过这么舒服的鞋 没错啊 咱家这款鞋加宽的鞋头 加高的鞋帮 做到更贴心的升级 上班穿 买菜穿 溜弯穿 运动穿 排队穿 接孩子穿 跳广场舞穿 都是大家的不二选择 除此之外 这款第八代最新升级款 主要是在材质上做了升级 采用的是当下最新款的航空皮 是的 航空皮是当下皮鞋当中最流行 也是最顶尖的面料 怎么折都不变形 怎么折都不起重 耐磨 扛造 而且具有一定的防水性的同时 透气性强 是中老年朋友家里都必备的神鞋 而且考虑到秋冬季节的来临 我们特意给大家内部添加了保暖容 双脚不冷了 全身都热乎了 不仅如此 鞋底给大家做到的是 飞机轮胎专用的橡胶大底 够厚 够软 够舒适 才能起到很好的防滑作用 刮风下雨 咱都不怕了 好休息 好休息 加荣皮鞋免费送 加荣皮鞋免费送 花花公子国际有限公司出品高品质保暖皮鞋 不要上千元 不要金败快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通通免费送 每天仅限前一百名 马上拨打电话 高档保暖皮鞋送到家 这个花花公子国际有限公司出品的 第八代保暖休闲皮鞋 我是从电视上买的 而且这鞋啊 清电又保暖 就是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 这皮子也好 叫什么航空皮 看着很高端 仿华 仿水很耐穿 我穿着出去啊 人家都以为我好几千买的 我从今天开始就穿它了 好休息 好休息 佳容皮鞋免费送 佳容皮鞋免费送 花花公子国际有限公司出品高品质保暖皮鞋 不要上千元 不要金败快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通通免费送 每天仅限前一百名 马上拨打电话 高档保暖皮鞋送到家 葛洪药膏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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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肚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膏 去掉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没有蔗糖 生活却有了轻盈的甜 简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 喝简醇 君乐宝如也 我的腰腿要做主 输筋建腰保持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一起进入今天的百秒庙评 读者好事多磨啊 河南的护士周亚丹 两年四次推迟了婚礼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他的计划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呢 周亚丹主动报名前往武汉支援 婚礼也因此第一次的推迟了 而第二次和第三次呢 婚礼延期是遇到了 郑州的720暴雨 以及随后出现的新一轮的疫情 周亚丹每次都是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工作 而最近的一次 到了临近婚期的时候呢 周亚丹又接到了通知 要去支援新冠病检医院 也理解周亚丹的决定 他们俩也商量好了 把这个婚期呢 定在2022年的正月22 这个第五次啊 就是五福临门了 在这呢我们也提前呢 祝福这两位白头到老 接下来呢我们带您认识 另外的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安徽安庆的甜甜呢 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音乐教师 13岁的时候她双目失明 她与从事导盲选训练员 工作的丈夫结缘 相约一起考研 丈夫呢帮她把学习资料 翻译成盲文 2020年的甜甜被录取 成为了安徽首位盲人研究生 次年丈夫也考入了同校读研 两人未来都希望可以 为特殊教育的孩子们 做一些什么 你是我的眼 这样美好的爱情 除了祝福我们真的 还能说什么呢 您认识外卖宝宝吗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照片当中的 这个小女孩 2019年出生仅六个月的菲儿 坐在爸爸的外卖箱里 她乖巧董事的笑容 感动了很多的网友 爸爸的外卖箱 仍然是菲儿的摇篮 里面有热水 奶瓶 纸尿裤和湿纸巾 小小的菲儿 似乎很小就懂得了 父母的艰辛 如今菲儿已经三岁了 一家三口的生活 也在渐渐地改善 在爸爸送餐的时候 菲儿就跟着爸爸学唱歌 而妈妈在菜场工作的时候 她就跟着手机学跳舞 时不时地 还会帮着妈妈吆喝两句 虽然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是父母的陪伴 和对生活的乐观 永远是孩子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硬和大妈 65岁的李欣阿姨 曾经是游泳队的队员 一直坚持游泳锻炼 12号晚间 李阿姨和朋友散步的时候 发现一名男子 面朝下漂浮在河水中 随即她脱下外套 跳入水中 将男子拖到了水边 在纵人的帮助之下 男子获救了 但是李阿姨在救人以后 因为体力透支和心跳过速 在水中休息了几分钟 才被拉上岸 她说呀 在救人那会儿 我没觉得自己是个老人 见义勇为从不缺席 我们要为李阿姨点赞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 世界首条绕沙漠 环形铁路的建设进度 近日位于新疆民风县的 和若铁路建设现场 随着全线最后一处钢轨 街头顺利地完成焊接 和若铁路全线钢轨 实现无缝连接 形成了千里一根轨 至此世界首条环沙漠 环形铁路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画了一个圈 和若铁路预计 2022年6月开通运行 届时呢 且墨 民风 榆田等南疆多县 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多团阵 将结束不通火车的历史 和田群众出江路程 将缩短1000多公里 还有一件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 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结婚成家呢 从来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大喜事 亲朋好友来参加婚礼 送上祝福的同时呢 也会送上新婚的贺礼 最近呢 河南浦阳的蒋先生 在结婚的时候 有几个朋友前来道贺 并带来了120斤重的礼物 那是什么礼物这么沉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几个朋友就说给我随一份重礼 然后我就想随随吧 然后他们结婚那天就拿了硬意嘛 不是三四个人 今天就是刚去存钱嘛 不是 分两个银行才把这个钱送完 嗯 9999 六个小时吧 六到七个小时左右 这可真是一件重礼啊 都说高手在民间 这话一点也不假 你永远也不知道 在民间到底藏着多少能人 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超乎你的想象 最近呢 在福建省莆田的向唐村 42岁的村民陈金杰 耗费六个月的时间 用两千根竹条搭出的 苏州园林古建筑模型 终于完工了 迎来了不少爱好者前来观赏 出生于福建先游的陈金杰 很早就走上了木工之路 从学徒开始到打工赚钱 一步步下来 陈金杰成功地在广州 开启了古典工艺家具店 一次偶然的机会 陈金杰有了新的想法 刚开始其实我是想做一个文具 给我女儿玩的 然后发到平台上面 哇 得到很多的认可 然后感觉说 很多人对这个有兴趣 后来我就慢慢慢慢 分析那个说古典家具 就往这一面发展了 从2017年开始 陈金杰早起晚睡 倾心于他钟爱的古建筑模型 陈金杰选用了 现由当地盛产的竹条 这种竹条常用于制素 一次性快餐筷子 可以说这个跨越时间太久了 都没有经济收入 很多人评论说 你家里是不是有矿 做出一件面积不当 三平米的作品 需要半年以上 但慢工出细活 陈金杰渐渐有了乡路 从今年三月开始 陈金杰决定挑战 中国制作古建筑精髓 苏州园林模型 全部采用古法 毛损损结构 没有胶水和钉子 陈金杰说 做仿古建筑模型 需要绣花般的功夫 而小窗户一类的物件 最考验功夫 一手拿一个竹条 然后才0.5厘米长 然后一头又拿打磨机 去把45度打出来 然后很难 不好拿捏的 太小了 苏州园林古建筑模型 是陈金杰的第五个作品 长160厘米 宽140厘米 高70厘米 重约60斤 由16间房子组成 体积虽小 但亭台楼阁 台阶庭院等一应俱全 因为我太喜欢这个艺术 然后我自己创作的时候 都感觉在享受一个过程 做好了 然后再欣赏这个作品 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个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最大的新闻 所以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这样 好的 今天的新闻上半场 就是这样了 稍后我们的主播 陈天陈默 将为您带来新一段的 新闻下半场 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翻来覆去 入睡难 睡眠有障碍 世事朗一新 本草尽心 汉方安眠 六块六体验十天 先尝试再决定 不花冤枉钱 早醒多梦 睡不好 睡眠质量差 试试朗一新 本草静心 汉方安眠 六块六体验十天 先尝试再决定 不花冤枉钱 朗一新 四五本草 静心安眠 汉方精华 该善睡眠 专会睡不着 睡不好等 睡眠状况不夹者而言之 现在不打电话 400-186-1211 六块六 体验十天 先尝试再决定 不花冤枉钱 而且免费送到家 翻来覆去 入睡难 睡眠有障碍 早醒 多梦 睡不好 睡眠质量差 认准朗一新 改善睡眠 营养屋 睡不着 睡不好 早醒 一醒 一多梦 睡眠状况不佳问题 不容忽视 试试朗一新 改善睡眠 朗一新 专为睡不着 睡不好等 睡眠状况不佳者而言之 酸枣人 五味子 茯苓 百合 四五本草 静心安眠 汗芳精华 改善睡眠 现在 每一个关注睡眠质量的人 拨打电话 400-186-1211 6块6 体验十天 只用6块6 6块6 体验十天 对 现在拨打400-186-1211 只用6块6 就可体验十天 先尝试 再决定 不花冤枉钱 而且免费送到家 睡眠有障碍 睡眠 适量差 认准朗一新 改善睡眠 营养屋 专注营养品 健康 中国人 翻来覆去 睡不着 早醒 多梦 睡不好 中老年人 睡眠状况不佳问题 不容忽视 睡眠有障碍 睡眠质量差 适时朗一新 改善睡眠 朗一新 专为睡不着 睡不好等 睡眠状况不佳者而研制 酸枣人 无畏子 茯苓 百合 四五本草 静心安眠 汗芳精华 改善睡眠 现在 每一个关注 睡眠质量的人 拨打电话 400-186-1211 6块6 体验十天 免费送到家 不花冤枉钱 祝睡眠好 不服劳 祝睡眠好 精神好 祝睡眠好 心情好 生活乐逍遥 现在拨打电话 400-186-1211 体验十天 只用6块6 睡眠有障碍 睡眠质量差 认准朗一新 改善睡眠 营养窝 亲爱的老风湿 老骨痛患者 您还好吗 您那肋风湿 握不住筷子的手 您那老风湿 爬不了楼的腿 您那老骨痛 持不起伸的腰 现在都好些了吗 如果您还在忍受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的痛苦 您不妨试试 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风湿骨痛 时间久 疼痛重 老反复 治疗需要对症用药 试试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别让风湿骨痛 影响生活和行动 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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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把好日子找回来 一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我做主 输筋剑腰 跑起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陈礼介 该办的事痛快办 网络失败 办事只需跑一次 让投资经业者 省时 省力 还省钱 正贵有恒 智虚有偿 让财富创造者 没有后顾之忧 让开拓创新者 不必 瞻前顾后 清官易到 宽农通商 放水养鱼 减税降费 让每一分的投资 都有回报 人随生态造 新业要移居 经济发展 加生态移居 才是幸福生活 优化营商环境 共享美好辽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计划 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天风 渺渺水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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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渺渺水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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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渺水烟 渺渺渺水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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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渺渺渺水烟 渺渺渺水烟 渺渺水烟渺渺水烟 渺渺水烟 渺渺渺水烟渺渺水烟渺水烟渺渺水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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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水 不走进了魔法师的办公室一般 从预言家日报 魔法书籍 到火点地图 魔法零食外包装 几乎所有电影中与平面设计相关的道具 都出自这个团队 如果说米娜丽玛的设计 让JK罗林创作的魔法世界变得精致 浏览国际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近期印度新德里持续出现严重空气污染 新德里市政府要求从15号开始 实施紧急措施 以缓解空气污染 措施包括新德里的学校 从15号开始停课一周 14至17号禁止工地建筑活动 新德里的政府机构关闭一周 建议私人公司采取居家办公模式 当地时间15号 美国科罗拉多州奥多拉市 一所高中附近发生枪击事件 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 导致6名学生受伤 警方称 伤者都是案发地附近高中的学生 年龄在14到18岁之前 均无生命危险 目前嫌疑人仍然在讨 当地时间15号 古巴重新向国际旅客开放边境 首都哈巴纳和赛马蒂国际机场 当天正式恢复国际商业航班运营 预计该机场两个航站楼 本周将迎来约170趟国际航班 古巴全国的国际航班数量 预计相增加到每周400多趟 按照规定 12岁以上的国际旅客入境古巴时 只需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或72小时内核酸检测 一性证明 当地时间16号凌晨 位于日本左鹤县九州电力公司 旋海核电站内 一台收纳电源线的设备附近起火 工作人员及时采取措施扑灭火情 报道声 没有人员在这次事故中受伤 核电站正在运行的三四机组 也没有受到影响 九州电力发布消息说 没有放射性物质在这次事故中泄露 近日俄罗斯火山接连喷发 位于勘察加半岛的卡雷姆火山 正处于火月的喷发期 喷出的火山灰气柱高达5000米 青岛群岛北部的帕拉木歇尔岛火山喷发时 在沉溪的照耀下 整座火山被染成了紫红色 空中的火山灰 仿佛是红色的云朵 宛如火星景象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咱们寻味辽宁 给大伙推荐一款好喝 金头八脑 能炒能炖还能煮火锅 您看这金头八脑 里面是有牛腩 还有各种筋 这个块也非常大 而且我们泡饭之后 这个饭上面泛着一层油光 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 咱们替大伙尝尝 真香啊 大块的肉 软糯的筋 米饭上再浇上浓浓的主肉圆汤 这一碗造下去 绝对是极大的满足 这款金头八脑 凭借着料爵 肉爵 锅爵的三爵特点 去年被授予中华老字号的称号 咱们这个金头八脑 味道之所以这么好吃 这么香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的这个炒酱环节 认为我们这个料 首先选上好的豆油 和一等那个品的牛油 进行靠制 靠制到240度 进行灭火 冷却到130至140度 把酱放里进行炒制 这是我们的秘制 一提到秘制 很多人就好心 咱可的大伙打听了 答案就是由36味中草药 调制出来的独家酱料 再经过独家烹饪技巧 无论是火荷的大小 时间的长短 还是油温的高低 稍有偏差 在煮制的时候 就会直接影响 金头八脑的味道 这个板筋不爱好熟 然后先把它煮制20分钟 它的口感会更好 再下入我们的牛奶肉 进行20分钟 继续开过20分钟煮制 煮制到20分钟之后 然后壁锅焖至10分钟 焖至10分钟 是为了让肉和筋能入味 然后达到口感最佳的状态 用刚刚炒好的酱料 先煮板筋 再煮牛腩 最后焖至 经过近一小时的熬煮 一锅味道鲜美 酱香突出 肉筋软烂的金头八脑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两个是我们的高温灭菌斧 咱们这个金头八脑里面 是没有任何防护剂的 第一个作用是将我们产品里面 还未杀死的细菌 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保证我们产品每一个出去的时候 里面的卫生物都为零 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因为板筋呢 肉筋呢 这些它不是很容易烂 然后进入这个杀菌斧的时候 然后它起到一个再次熟化的一个作用 然后使得我们消费者 头感更加的好吃 吃起来这个产品更加烂会 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美食 坚持传承百年经典 匠心独创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味 不出家门就能吃到好味道 您可千万别错过 好 接下来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股密度减少 骨骼不强壮 关节缺失润滑液 软骨易磨损 骨关节不健康 试试骨比例 骨比例六大营养素 胺糖 硫酸软骨素 加透明质酸 钙 维C 加盟 3加3科学配方 增加骨密度 养软骨 润关节 三合一 专为助力中老年强骨 壮骨 健康骨关节而研制 现在每一个关注 股健康的中老年人 拨打电话 400-186-2328 只用6块6 就可体验7天 6块6 先尝试 再决定 免费送到家 不花冤枉钱 现在拨打400-186-2328 体验7天 只用6块6 骨比例 筑强骨 壮骨 健康骨关节 关注股健康 认准骨比例 营养污 骨密度减少 骨骼不强壮 关节缺失润滑液 软骨一磨损 骨关节不健康 试试骨比例 骨比例 6大营养素 3加3 科学配方 增加骨密度 养软骨 润关节 三合一 专为助力 中老年强骨 壮骨 健康骨关节而研制 现在 每一个关注 不健康的中老年人 不打电话 400-186-2328 只用6块6 就可体验7天 只用6块6 助强骨 壮骨 健康 骨关节 关注骨健康 认准骨比例 营养污 专注营养品 健康中国人 请 尖 腰 腿 发出的警报忽视不得 中老年人骨密度流失大 关节缺失润滑液 容易引起骨骼不强壮 软骨一磨损 骨关节不健康 试试骨比例 6大营养素 3加3 科学配方 增加骨密度 养软骨 润关节 三合一 专备助力中老年强骨 壮骨 健康骨关节而研制 现在 每一个关注 骨健康的中老年人 拨打电话 400-186-2328 只用6块6 就可体验7天 助健康骨关节 轻松生活乐无边 助健康骨关节 无忧无虑 每一天 骨比例 助强骨 壮骨 健康骨关节 关注骨健康 认准骨比例 营养屋 专注营养品 健康中国人 我的腰腿 我要坐坐 输筋健腰 跑起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踩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 出了问题 就怕 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本期时间7点18分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高血脂意味着什么呢 大伙可能并没有清晰的概念 给大家说一说 今日湖北汉口的王先生 检查发现自己的血脂高到爆表 身高1米75的 他体重达到了274斤 经常不吃早餐 中午就爆吃 晚上还喜欢宵夜 喜欢大鱼大肉 最喜欢炸鸡 医生为王先生做血浆致患 将他的血液引出体外 对油脂进行过滤再回溯 三个多小时的致患后 医生从王先生的血液中 分离出一大袋的油浆 接近两升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 饮食作息都不规律 高油 高脂 高糖 高碳水化合物等食物吃得过多 随之而来的就是肥胖问题 以及由此引发的糖尿病等 严重代谢性的疾病 甚至还会诱发心梗 脑梗等严重的病症 不光饮食上 咱要注意健康在运动选择上 也得注意选择适合自己的 说起霍拉圈 相信很多人都玩过 但是您见过悬空转霍拉圈吗 近日多个社交平台 掀起了悬空转霍拉圈的热潮 有些艺人在社交平台晒出视频 视频中在进行悬空式转霍拉圈 此视频一出引得是众多网友点赞效仿 多个社交平台一度被该热潮刷屏 不过医生对此发出了提醒 盲目跟风可能造成腰椎蜕变或者是撕裂 悬空霍拉圈挑战赛 引来大量博主参与 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发现 一些爱运动的市民也表示 想尝试这个动作 有可能会尝试吧 对 因为也是一种挑战吧 有没有担心说爱出现的身体 可能脊椎拉伤什么之类的情况 这些也会有 但是你前期肯定做好准备先嘛 对吧 既然要挑战肯定也要做好基础的 测试准备嘛 我也想试一下 因为觉得这个运动挺好的 挺有趣的 那会担心后果吗 就是这种悬空扑拉圈这样子 应该年轻人不会有什么后果吧 因为体能比较好一点 医生表示 人在站着时 腰腹的核心力量在同一个方向上 承载着身体的重量 如果像视频中那样 上半身悬空平衡身体 腰椎需要承受比正常大几倍的分力 去支撑身体平衡 所以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如果去做这个动作 很容易对身体造成损伤 医生表示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才能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切记不要逞强盲目跟风 去做一些威胁性高的运动 以免给身体带来伤害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接下来咱们看一个 因为太干净引发的乌龙事件 近日浙江杭州的群众报警称 对面楼发生火情 并提供了着火的视频 随后消防调集了 30余名消防员赶赴处处置 到现场一看 小区一片祥和 根本没有着火的迹象 这是怎么回事呢 赶紧去看一看 虚惊一场总比真着火强 日前江西辅州市区体育路附近 发生一房屋 就真的起火了 多位市民用手机拍下了 大火吞噬房屋的现场 接到报警的消防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立即展开施救 着火的房屋位于五楼 大火吞噬了整个房屋 消防员利用多管水枪 从外道里进行灭火 半个多小时之后 大火被扑灭 屋内加剧电气烧毁严重 孩子母亲说 事发时屋子里有孩子的老爷 和两个孩子 一共三人 孩子的老爷周先生说 事发前 他在客厅里看电视 听说孩子说着火了 就立即冲进卧室 将孩子救了出来 随后周先生再次进入房间灭火 但此时 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间 最终只能报警求救 消防部门提醒 冬季天干雾燥 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时有发生 家长务必要留心 并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远离可燃物燃气等 对子女的教育 是为人父母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到底怎么教育孩子 家长们也是各有各的想法 近日呢 在浙江的金华 一名11岁的小女孩 偷了店主35块钱 妈妈的做法 一般人也想不到 她直接报警处理了 视频中这位妈妈的做法 也是挺硬核的 相信小女孩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前几天咱们北方的大雪 给出行带来了不便 不过这场大雪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商机 估计这个商机 一般人想不到 吉林长春的一名小女孩 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小赚了一笔 来看看怎么回事 帮南方朋友雪地带写名字 十人一张 小本生意 该不讲价 有一些是朋友发的 然后还有一些是 有几个网友吧 收费就是他们加我 然后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一般都是这样 当然是南方的 北方都下雪 谁让我写呀 写了大概有几十个吧 赚了多少钱 这个没具体算过 但是应该三百以上吧 就感觉他们都挺喜欢雪的吧 一般写的都是给对象写 好 咱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沈农化糖学位资料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附在肚脐上 对神血血进行资料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辅助治疗 多饮 多食 多尿 乏力 销售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 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10天亮19块8 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 给您带来的实惠 神龙化糖学位资料贴 实际资料法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贴肤 资料等多种效应 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 400电话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 神龙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 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 神龙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 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肤在肚脐上 对神确诀进行资料 神龙化糖学位资料贴 使用资料法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贴肤 资料等多种效应 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 400电话 神龙化糖学位资料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肤在肚脐上 对神确诀进行资料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辅助治疗 多饮 多食 多尿 乏力 销售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10天亮19块8 糖尿病人专用贴 贴肤在肚脐上 对神确学进行资料 神龙化糖学位资料贴 实际资料法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容针灸 学位贴肤 资料等多种效应 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 多饮 多食 多尿 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 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贴 贴 贴 糖尿病用神奴化糖学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 10天亮19块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我的腰腿 要做手 输筋剑腰 想去哪儿 挺起腰 甭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不怕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陈礼介 好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 我们把视线转向陕西 从即日起至2022年的春节前 陕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根治欠新冬季专项行动 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其他欠新 一发多发行业企业为重点 对欠新问题实施集中专项整治 对茶食的欠新问题 在2022年春节前全部半截 昨天 沈阳风和日丽 丁香湖的水面波光淋淋 成为众多鸟儿的乐园 清晨的对装时春 鸟鸟吹烟 伴随着金灿灿的阳光扶摇升起 节目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七项观察员眼中 昨天的美丽景色 我是孙晨天 第一时间 明天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